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台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立位纪的22章 这里重新讲什么是蒙悦纳的献祭 在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是刚刚接触神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有奉献已经很慷慨很伟大了 我们以为神在这方面没有要求 只要有奉献就行 其实不是 神是有要求的 神是圣洁的神 在记录上不能轻忽神 所献上的不能有残忌 残忌就是连自己都不想要的 为什么你要拿来献给神呢 就是因为你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这就是在心态上忽视了神 在献祭的事情上依然自我忠心 没有以神为神 所献的必存全无 残忌的才蒙悦纳 蒙悦纳是送无礼给人的最重要的原则 别人不喜欢的多贵重的也没有用 神对我们有要求 是因为神很想约纳我们所献上的 然后祝福我们 存全不只是此礼物 还有一颗存全的心 我们知道干颖所献的记 神不悦纳 他脸色都变了 不是记录的问题 是他心有问题 此外还有存全的动机 这个比任何记录更重要 当然不是所有的献祭都必须献 完全没有残忌的 有一些可以作为甘心献祭来献给神 无论是公牛是绵羊 若肢体有余或有缺陷的都可做甘心祭献上 这里下面有切圈的记物 作为甘心祭是可以的 如果做熟讯祭 翻祭或还愿祭 那就不行 因为神无条件赦免我们的罪 或当我们许愿 而神远远超过我们所写的赐给我们时候 我们的记物仍然需要献上完全的 另外还有个要求 出生的羊或公牛是不可以献的 要到第八天后才可以献上 这是基于人道和确定有无产纪才谋悦纳 无论是母牛或是母羊 不可同日宰母和子 这明显是出于人道的动机 其实神不喜欢滥杀 也不喜欢我们滥杀来献祭 最后神特别吩咐祭师 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在早晨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请守遵行我的诫命 我是耶和华 我们不可以在吃和供奉神的圣物上面 亵渎神的圣名 神在一些人中要被尊为圣 其实百姓能不能尊耶和华为圣 完全在乎祭师 如果祭师应寻而呼师 百姓就不被分别为圣 他们对神敬畏的心也不会长出来 以利没有好好做祭师 他的儿子也不尊重圣物 任意处理圣物 那段日子 百姓都任意而行 如果祭师这样生活 他们也不会教导百姓尊重神 神圣的耶和华 没有在百姓眼前被尊重 神的圣名就被亵渎 要知道是神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所以总结来说 我们所侍奉的神 我们要知道神的要求 神是圣洁的 这不单是知识 还要成为我们生活上的意识 所以每一次的奉献 让我把最好的礼物献上给神 愿我们所奉献的 将会蒙神愿 愿神赐福 听他话语的人 请不吝点赞福 请不吝点赞福 请不吝点赞福